哈囉我是劉哲 今天呢我們想來做的是 蝶谷巴特 那我其實很早以前就知道這個東西 但是我一直沒有機會嘗試 那我這次去逛手的供應品店的時候 剛好看到了這個 感覺是一個 簡單的蝶谷巴特的嘗試包 我就想說 先來挑戰看看吧 好的那這就是我們這次買來的包裹 它裡面有附一個簡單的帆布袋 然後還有兩張 它附的紙巾 這感覺是有點聖誕節風的 還有這兩個A膠跟B膠 現在讀一下說明書好了 那因為我覺得它內附的這個紙巾的季節有點不是很對 所以就是就有順便挑了其他我覺得還蠻可愛的花紋的紙巾 我就想說我就拿這個來用用看好了 那首先紙巾的部分 那它其實是有 有兩層的 就是要把它的 其實是有三層耶 就是要把它最薄的這一層 小心的撕下來 好撕下來了 那我來大概比對一下我的位置 如果說要整個包住的話 它上面這個皺皺的地方不知道可不可以貼圖案耶 不然我怕它整個很容易會皺掉 不然上面這邊先不要貼好了 把紙巾剪下來 好那大概剪好它的大小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吧 感覺還不錯 接下來就拿出A膠在我們想要貼的位置先塗一層 好那我們現在這一面塗好了 我看它說明書上面寫說就是要先讓它乾然後可以拿吹風去去吹它 但我是覺得它其實 感覺已經乾的差不多了耶 它上面寫說A膠的特性就是 呃用完了之後它上面還是會有點黏黏的 這個時候就可以把你想要的圖案貼在上面 那這個時候是還可以稍微做調整的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你還可以把它撕下來微微的去做微調 但是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做 我就想說我就做一個簡單一點的整片貼上來的這種好了 喔 這很容易撕破耶 這裡被我稍微撕破了 所以這個要很小心 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稍微補救一下 這邊有點小小的失敗被我用破了 不過沒關係先這樣吧 接下來呢就是要把它整張紙壓平 我用一個東西墊著好了 不然我好怕把它紙整個墊起來 握住握住 它這個紙太薄了啦 很容易一貼就被貼起來耶 怎麼辦 好再來修補一下 貼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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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波嶼的部分先剪掉好了 那這面大概就是先這樣子好了 我覺得我不要再動它了 好吧我很怕不小心又把那個紙又用起來 那接下來呢就是換我們的B膠膚嘛 那說明書上面是寫說 要用放射狀從圖中間均勻抹塗B膠 抹塗B膠時需要超出圖A膠的範圍 那如果我這已經在邊邊怎麼辦 B膠膠也是這個樣子 有一點白白稠稠的 他說從中間放射狀應該是要這樣子吧 喔 有一點亮亮的感覺 趁這個時候趕快再把我的那個圖案壓平 欸這個步驟還蠻好玩的耶 塗這個真的要很小心耶 不然一個不小心太大力 它這個紙就是很容易把它用破 這樣子大概就可以了吧 它雖然說會有一點皺皺的痕跡 不過我已經盡量把它壓平一點了 接下來呢是以濕布或者是濕海綿按壓 去除多餘的殘膠及按平梅膚貼的部分 然後去拿吹風機把它吹乾 好的那我剛剛已經把它拿去用熨斗燙過了 那燙過之後我覺得它整個現在圖案的部分已經變得蠻平整的 好像還不錯耶 有些地方會有一些角落有缺損 但是大體而言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是不是還蠻成功的啊 那這就是貼完後的樣子 這是原本的樣子 那我現在就把另外一面也貼上去好了 這一次我要提取教訓 我剛剛覺得我可能貼那個紙時間有點太急了 因為其實它說明上面就寫說 要先用吹風機吹一下 所以我們就還是照它的說明去吹一下吧 吹乾了之後呢 表面的確還會有一點點黏黏的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第二張圖也貼上去 剪好了之後呢 一樣要塗我們的B劑 最後呢我還買了這個拼貼的保護器 它是說可以在你的完成作品上面再塗一層之後 它的保護的效果就會變得比較好 我選擇的這種拼貼保護器呢 是屬於亮光的 所以它塗完之後呢 表面會稍微有一點閃閃發光的感覺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來 那如果說你喜歡的是比較 不要有這麼明顯的反光的話 它還有分平光跟效光的種類可以去做選擇 好的那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第一次疊骨巴特的作品 那我這次的第一次嘗試的小心得就是 因為我在第一階段的A膠的時候啊 我第一次沒有把它等到太乾的時候 我就把它紙貼上去了 那你如果想要在移位置或者是壓它的時候 它就很容易 因為這樣子那個紙就是容易會破掉 所以我第二次在做的時候 我就是就有先把它真的用吹風機吹得比較乾一點之後 再去用 那這個狀況就改善很多 那在塗B膠的時候啊 就是切記就是你還是要稍微把那個塗整個壓平一點點 我覺得最好用的東西真的是韻斗 就是如果說你也是想要像我做一樣這種比較大面積的 你B膠塗完了之後啊 可以給它用韻斗的部分去稍微燙平 然後順便壓它的圖的位置 燙完之後我覺得整體的效果還蠻好的很平整 那這就是今天我的疊骨巴特初體驗啦 我覺得非常的簡單 然後而且東西又很少很方便 只要有買那個AB膠 然後跟找到你喜歡的餐巾紙就可以 那你如果說不知道去哪裡買的話 其實網路上面也很方便 就可以找到相關的手工的材料 如果說是想要做給朋友 或者是另一半的小小的禮物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非常的適合 那就是這樣子啦 如果有興趣的人 歡迎也可以去試試看喔 掰掰 吧